能夠就這樣放過他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們天上有五個兄弟 都在等他回來 然後我就想 這個是大信引道的意思嗎 然後我臨機一動就跟他講說 你們是不是等了好幾天覺得很煩 他說對 我們已經等三天了 他還不回來 我說那天上一天人間十年 要不要再多等他幾天 讓他在那個凡間的一些 一些功課做完再回去 一個禮拜就好了 對 一個禮拜 七十年 七十年 不然我們喝喝酒等他好了這樣 我說好 那你還有什麼話要講 他說我沒有話要講 不過他旁邊那個女的有話要講 然後我就覺得全身發麻 就想說在一個密閉空間 只有我們兩個人 然後他說旁邊還有一個女 我問他說 你現在是跟那個將軍對話 對 然後我就說 我就問他旁邊 你旁邊有女生嗎 那個個案就點點頭 我說那請你旁邊那女生來講話 旁邊那女生就說 我是將軍前世的妻子 然後因為我們一結婚之後 將軍就去戰場 我都很少見到他 我非常思念他 然後最後就很寂寞 病死了 然後我說那你為什麼這輩子還要跟著他 他說 因為我不曉得如果我去轉世的話 會不會再遇到他 所以我這輩子要守候他 死臉 對 然後我就說 那你知不知道你跟著他 所以他這輩子情路很不順 是不是你在嫉妒他 對 他就說 他就不講話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不要試著 就是讓他自己自主一點 對 然後說不行 我每次離開他 他就會有出問題 比方說他就會摔車 然後他就會受傷 我已經試著離開好幾次 我無法離開他 對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呢 那不然我們來做個協議 那你可以陪伴他 但是你不要干涉他可以嗎 他說我試試看 對 然後就到這裡的時候 那個個案後來把他喚醒之後 他就覺得胸口就覺得 就是舒緩很多 然後他也覺得 雖然他交不到你朋友 可是有一個人一直陪著他 感覺也不錯 你有沒有跟他講 他都知道啊 那我們下的指令可以說 你等一下結束催眠之後 你可以全部都忘記 你也可以跟他講說 那你可以全部記得 然後並且感謝這一切 就像林極限提到四個字一樣 然後就是謝謝他 然後我愛你 然後原諒我 對不起 就是把你該還給他的一些道歉 或道謝全部都還給他 所以剛剛他講林極限也是 詩老師剛剛有推薦我們 對 講原諒的書叫做林極限 對 很正面 他講的都是 我處理個案都是 類似的 我告訴你啊 就很多人 你死了他還不放心 他就一直跟人 對 那怎麼樣讓大家放心呢 因為很簡單 你要跟他道歉 然後你要跟他說對不起 也謝謝你關心我 你懂嗎 那如果我們下一次有緣 我們再來沒有緣的話呢 大家也可以就 我就像我跟我繼父的老情人說 你懂嗎 你就放了他嘛 女人都喜歡為情所困 懂嗎 然後我就用女性主義那一套 講給他聽 就讓他 其實詩老師我們常常都會覺得說是 很多問題就歸咎於原生跟原淺 對不對 那這個緣分是什麼形成的呢 你說我們剛才詩老師說 那我們就看看下輩子有沒有緣 那這個緣是怎麼樣形成的 我跟你講很簡單 就我剛剛講的劇團理論 我們這15個人什麼時候組團都不知道 那然後組團以後 大家就講好了誰演什麼 問題是你知道有些演員 去演一個戲以後 最後出現一個問題 入戲太深 假戲真作出不來 你知道嗎 人的劇一直演都不完 就是有人假戲真作 下不了舞台 下不了舞台 非常的執著 非常的執念 其實演的那個愛怨情仇 有反對的角色 有正面的角色 其實我們應該做的就是 跟我們所有的團員 他演反派的 謝謝他 他演反派來成全我們 你懂嗎 你不要恨他 因為我們就是一場戲 可是如果今天大家 老是入戲太深 你沒有辦法 有人先啟動就對了 是 那這一輩子 就是說 有些人家財萬貫幾千億財產 對 那上輩子是什麼 他一定布施很多的人 布施 所以你像鴻海啊 郭台銘 他上次一定是大善人布施過很多 今天會來買差產品的 都是來報恩 有啊 那個張榮發人家 就是說看他上輩子就是一個 很會布施的圓外啊 對 所以說他聽說布施到好幾個 通通到最後都是事業很有成就 所以他這一輩子回來回報他 那下輩子你想要 比較有錢一點嗎 我被布施一下 那我要怎麼辦 我上輩子是妓女 這輩子是妓者 都是妓女 那是不是明妓啊 明妓 那下輩子要怎麼修一下 我這輩子當妓妓 沒有 你就是 你太刮愛你那個妓女了 對啊 我就是放不掉啊 放下 要放下 就是想當妓啊 放下啦 放下 可是你就被當妓者 你服務眾生 對啦 真的不管是你餐廳的客人 或者是你如果當選 就既然是不要收錢 對 你就是 當然要收錢 他們是來報溫 所以才來吃的 你收你的錢 可是你收 你要告訴你自己 我的每一個餐廳 盈餘的多少 每一年年底的時候 捐給公益單位 你越布施的多 你的收入越捨得捨得 越捨得 越捨得 越能得 有一個故事要講給大家 等一下 這一個故事 施大膽先休息 被罵得好兇 好 好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剛才施老師提出很多 不同於一般世俗的見解 對不對 也讓大家參考 也不要影響你原來的信仰 對 送金有平有限 我跟你講 你顯然是在 你送金 自己還在挑戰他 讓他再講故意 沒有沒有 沒有 人生有 我們本來就應該體現 不同的人生價值 可以 你送金可以 但是你送完金以後 照樣作惡 有用嗎 心口不一啊 你懂嗎 你要送金 其實那個金文 像金剛金 像心金 它不是讓你送的 它是你要照這個 記錄金剛金一直講的就是 無相布施 無人相 無我相 無受者相 你要把那個相除掉 你布施的時候 你根本不當成是布施 你懂嗎 好 心經告訴你 就是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所以你對任何人不要有批評 你懂嗎 我剛才念完心經 等一下就 你知道嗎 那個人很混帳 幹嘛幹嘛 就開始批評 但有用嗎 所以你讀金是你要做到 這個才有用 老師你剛才講那個故事 對 要講那個故事 對 就剛才講的嘛 像我認識一個科技場的大老闆 他前世在明朝的時候 是一個大廟的住持 我跟你講就很多人來找他 他都幫人家 那可是呢 他卻不守清規 他跟一個來廟裡頭 進鄉的女的油染 好了他這一次的福報 你知道嗎 他建廠的時候 從事這個業的時候 他曾經虧了非常多的錢 可是呢 他的貴人就出現 然後就把他的擴大非常大 然後呢 他潛世有染的那個 這一次是他老婆 你講夫妻關係怎麼會好 你懂了吧 所以常常我跟別人說 為什麼叫夫妻關係會不好 他們壞了佛門 他們又不知道啊 他們不敗戒女 壞了佛門清規 所以你想他們怎麼 這一次會有好的姻緣 不會啊 功課啦 修功課 對 他們上一輩子 多幸福上一輩子睡一起 這輩子又睡一起 我先告訴你 阿嬤太少了 對 還有就是 如果你做了好事 你這一生會先得報 就是那個好報 可是呢 給你好報的原因是 讓你有一點累積一些資材 等到你二運到頭的時候 就壞報來的時候 你還有一點可以知意 你懂嗎 所以人在前面 你很紅的時候賺大錢 你看那些藝人 他們也是大多數應該跟你錢是差不多 所以恩客很多 很紅啊 賺很多錢 你看到有幾個藝人有好下場 所以要守得住 看到沒有 守得住 以備不食之需 就是 你無論賺多少錢 你除了布施以外 你要好好的理財 因為你後面 你的惡報要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 那羅賓威廉斯走不到盡頭 自殺要怎麼解釋 我先跟你講 有很多人就撐不下去 就自殺了 沒關係 還是再來一次 你沒有修完 你就還是要來學 所以真正勇敢呢 是走完全程對不對 沒錯 我常常跟他前程走完 對 我們每個人都是英雄 是 我們的一生叫做英雄之旅 累劫累勢 我們就是在走這個 對 所以有的兄 你就不要放下 你呢 繼續躺下就對了 那算是 你看過 總共看過110位是不是 其實不只 不只啊 對 那你看過印象最深刻的 今天有沒有要講 沒有 下次有來 另外我兒子的家裡的事情 你兒子的家裡的事 我兒子的一個 也是一個 有點像民國初年的社界版 那個 那個 社界間諜 好啊 真的 我只記得回文針了 他應該還記得 那下次來講 下次來講 那金氏維名嘴下次會 會靠嘴巴挪針 你會咬鳳梨啦 對啦 舌頭會痛 舌頭會痛 他要看你造型 他要看你造型 今晚11點